欢迎收听胎绿游乐园 其实男生跟女生的青春期 男生比较大的困扰通常是身高 女生是体重 好像是这样子 男生永远会觉得 我怎么不再高个几公分就好了 女生永远就是 我可不可以再瘦个几公斤就好了 好像这个一直管你哪个年代 都是有这个想法跟问题的 可是我觉得原因是在于 因为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已经赋予了这个定义 那些多数人他们就是长那个样子 所以他们定义成那样子就是好看 而我们是在于 还没有任何的意识的时候 被灌输了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大家就以为 就是要这样子好看 那你就是胖那你就是瘦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走出这个困住你的疑问 应该也有快个三十年 因为中间也是减肥啊 你真的有试过减下来这件事情 有啊 对啊有啊 但是还是不够成功 哎呦我有成功过 有成功过 对 OK 我最瘦有到四十五六公斤 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漂亮的时候 走在路上会有 口析啊那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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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时候真的有 对 所以女生还是希望自己 被人家关爱多一点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就是每天 你都会活在别人的眼里的时候 嗯 对 每天胖一点 哎呀怎么这样 哎呀怎么那样 可是我常常在想 其实 其实走在路上 或在你办公室 在你班上 搞不好人家没有那么在注意你 可是你就会一直把自己认定说 好像人家一直看着我 对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人们 对于审美观这件事情 他们定义了一个美 而这个美 让很多女生 对自己的身体 开始苛求自己 嗯 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一样 那自己对不对不行 你应该很常跟你的朋友 讨论这一题吧 女生应该每个人 都会讨论到这个啊 然后又有什么减肥秘方 或听到有什么 对啊对啊 就会趋之若无的去找 对啊对啊 试试看这样子 对女生的话题都是这种 我身边的也是很多 但我们男生过了 大概通常是当完兵吧 就不再想升高这个事情了 但你们好像 一辈子都会想体重这个事情 对一辈子都是 对 对 然后我有看过就是有些女生 我也曾经过 就是为了体重 然后斤斤计较啊 然后甚至有点忧郁 忧郁过 我觉得那是蛮严重的事情 有啦我现在年纪到了一个 过以后啊 我现在去棒层啊 就是会很计较 啊我鞋子要脱了 我外套也得脱了 你恨不得你的体重 在上面的数字少个零点几 你就会有成就感 对 一定会感觉比较好 比较心里会舒坦一点 对啊 还有早上凉跟晚上凉 也不一样 对 最好凉就是 大碗变的啦 全身觉得清爽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站在那个棒层上 会觉得嗯 有进步这样子 对对对 会安慰一下 这些机器很好 就爱教育电台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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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pidoo bow